7. 星島日報 秦錦超公司向律政司殺上近億元 2015年7月26日港民A 十增有豪宅大王之稱的秦錦超 建圖 其家族經營的營高航運 香港 有限公司不滿海關2012年一次行動中 在屯門購留10個貨櫃 令原告要向兩名客戶支付據額賠償金 營高航運早前入品 指海關的行為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 要求律政司賠償於9000萬元 指海關無搜查令購貨櫃原告為營高航運 香港 有限公司 原告人至2012年1月7日和10日 分別寄售兩間客戶公司的貨櫃 內有300噸電解銅及電子產品 值於9500萬元 據日品壯志中港兩地海關同年1月11日深夜 在屯門內河碼頭採取聯合行動 香港海關在無搜查令及未經同意下 登上兩艘停泊碼頭 屬於原告的貨船 其後更對船隻進行搜查 最終拘留了10個貨櫃 日品壯足指 上月底德式有三名人士在內地租檢控 相信海關在首船市增檢取機密資料 並向內地執法部門披露 原告人足指 海關非法檢走10個準備替客戶付運的貨櫃 令被告人增備追討賠償 最後原告在2012年年底與兩家客戶公司和解 但要賠償共9000多萬元 連同本身值約43萬元的貨櫃 全數物品至今仍未歸還原告人手中 原告人亦認為 香港海關當晚在未有搜查令和合法辯解下 進入碼頭的私人範圍及闖入兩手貨船搜查 行為不合憲 違反原告人在基本法及人權法保障下的權益 故入品要求律政司賠償合共9526萬元 令加利息及堂費 根據資料 仍高航運年同多家公司前年增入品申請司法覆核 要求推翻海關在調查一中走私逃稅的看見中 將文件副本交與內地執法部門的做法 當時高院判申請人勝訴 撤銷其中十三張搜查令 包括針對內河碼頭的第九號搜查令 案件去編號 高院民事1677-2015 記者歐陽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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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歐陽聯發